西安市民鐘先生30號告訴新唐人 西安的掃碼系統、核酸檢測系統 和網絡系統都癱瘓了 12月28號 西安官方稱 會為封閉管理小區提供充足物資 但西安長峰園小區有居民表示 沒有收到蔬菜 也買不到菜 中先生說 很多物資都匱乏 一些幼兒沒有奶粉吃了 小區裏面成立了好多微星球 大米球、大肉球、水果球、買菜球 從來球裏面下山 原來又貴多了 有時候人家買啥東西都不方便 啥都買不到 看到球裏面有一個小孩固定要吃幾袋 大人買不到幾袋 然後在球裏面上嚴格凶住 有的家裏面不到一歲就久 孩子沒奶粉吃了 有的家裏的那個人機造的電池 沒有了 買不到電池 這層口上很不方便 網上相關信息也很多 如燕塔區 據說沒吃的鬧跳樓 28日有人喊樓 誰屋有吃的呢 把我快餓死了 西安教學輔導一個小時三個土豆 西安四百塊一箱菜 你不買 有的是人買等等 受到封控措施的影響 越來越多民眾顧不上吃的 有網民說 中共的抗疫模式簡直是藏無人道 還有臉讓世界各國抄作業 新唐人記者 陳傑 李珊珊 李佩玲采訪報導